盘点古代的超致密武器 古代人打仗他们都用些什么武器 他们可没有飞机大炮 只能利用现有的材料 比如说木材金属火和石头 来生产致密武器 放到现在这些武器看起来很简单 但其实非常致密 下面来盘点下世界各地的致密古代武器 第一乌鲁米也叫印度铁鞭 它号称最危险的武器之一 这个危险不仅仅是对敌人 对自己也非常危险 搞不好就是杀敌一千 自损一千二 看起来感觉像这个鞭子 但实际上是由弯曲度很高的金属打造 不用时可以像腰带一样缠在腰上 遇到敌人你就实境轮 对使用者有着相当高的要求 搞不好敌人没弄死 把自己的头悬掉 所以乌鲁米不能在两军队阵上用 只能在单挑使用 不然死的大部分都是自己人 第二法尔卡塔 一种极具视觉特色的反驱刀 可以说是尼布尔狗腿子刀的祖先 无论是砍杀还是吐刺 这把刀的威力都极强 传说汉尼玛就对法尔卡塔极其钟爱 与罗马帝国军队作战时 他的士兵配备的全是这样的武器 第三小猪剑 埃塞俄比亚的独门武器 此兵器由割猪草镰刀演变而来 杀伤力强大外观 类似于镰刀 双刃可杀可刺 尤其面对手持盾牌的敌人 他可以利用自身优势 绕过盾牌刺伤敌人 最致命的方法是投掷 一旦命中 轻则放血 重则掉头 第四 马奎克尔 在13至16世纪 生活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士兵 使用了一种独特而可怕的武器 也叫做阿兹特克木剑 和传统兵器不同 它的形状很奇怪 但威力却非常巨大 从外观看 它是一块大型的木板 木板的边缘 镶嵌了锋利的黑钥匙碎片 这些黑钥匙固定在木剑的两侧 看起来这种兵器人畜无害 但实际效果非常恐怖 据传阿兹特克士兵 可以用木剑在瞬间斩断马体的头颅 可见其巨大的威力 第五火箱车 是朝鲜太宗时代的一种两轮战车 车上装有一百只神机箭 感觉和现在的火箭弹差不多 这种武器的原型 是明代中国军队装备的独轮架火战车 后来被朝鲜改进 对抗日本人入侵时使用过 正是因为火箱车的存在 让3400名朝鲜士兵 击退了3万名日本人的进攻 迫使日本放弃了入侵计划 在冷兵器时代 谁的武器杀伤范围大 造成的威慑力就越强 当然我认为我们中国古代的冷兵器 绝对能在世界排上号 你看朝鲜不也删占了我们吗 下期继续 走了